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布会上介绍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间出口总值14.12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7.9% 其中出口7.51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4.9% 进口6.61万亿元 增长11.5% 贸易顺差9013.2亿元 收赚26.7%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会总并出力了2018年上半年31个省份进出口总值 进出口分数量大指标 看看这些省份在外贸方面呈现出何种态势 又有哪些特点 并且是否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东部整体表现突出 无省份总量达万亿元 占成国总量67.5% 从进出口总值看 排名前十的省份分别是广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北京 山东 福建 天津 辽宁 四川 除了中部的四川和东北部 在辽宁各站一个席位 其他八省份正在东部 在位列前十名的八个东部省份中 广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北京无省份的进出口总值 选择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和其进出口总额达9.52万亿元 占成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7.5% 不仅是今年 记者调看自2014年以来每年进出口总值排名 发现广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北京 山东 福建 天津等省份 已连续多年只是做上宾 这个格局至今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袁刚明 告诉中国经济周开记者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起步 自然以来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继续猛发展 这得益于该地区自身的优势和国家财政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 具体来看 今年上半年 广东省以32,397亿元的进出口总额 人稳做头发交易 不仅继续领跑全国 还比排名第二的江苏20,460亿元人民币高出近六成 但另一方面 其进出口增速仅为2.7% 全国排名第二十二位 广东出口增速不高 主要是因为基数大 袁刚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开记者 广东近年来注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加强和提高自动化 特别是机器人来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也因此提高了我国的整体工业化水平 再看 进出口总额之第二的江苏省 2018年上半年 江苏实现外冒进出口20,410亿元 同比增长9.4% 其中对参与一带一路的沙特阿拉伯 孟加拉国和卡达尔进出口增长较快 分别为21.2% 15.6%和41.3%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 江苏企业从规模扩张 向制效提升 持续转换 外贸的增势已经非常稳健 管理世界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高级经济师徐勋说 而对于台在第三位的上海来说 其一带一路桥头毛的作用正月一将显 今年上半年 上海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 额达3299亿元 同比增长2.5% 占外冒进出口总额的26.4% 由此可见 广东 江苏和上海的数据 基本都与一带一路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刚明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一带一路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贸易 开辟了新的市场 加上东部地区本身就有开辟多元化新市场的需求和愿望 因此 通过一带一路自然而然的把东部地区的出口优势进一步挖掘出来了 中西部发展势头强劲 与南点出口贸易增速 第一从上半年进出口总值排名来看 虽然东部省份进出口总额比较大 但在同比增幅上并不领先 比如 广东排第22位 江苏排第13位 上海排名第20位等 相反 中西部省份 尤其是西部 省份的进出口增幅处在前列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我国西部逐渐变身对外开放的前沿 在西部12省份中 云南56% 陕西43.5% 甘肃40.2% 三省进出口增速为列前三 上半年 西部12省份外贸增速为17.8% 超过全国增速9.9个百分点 其中 云南的表现较为强颜 云南省上半年进出口总值是935.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6% 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8.1个百分点 在31省份中增速排名第一位 其中进口578.7亿元 增长91.5% 出口357.2亿元 增长20% 进口 出口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82.3%和17.7% 同时 云南与东贸贸易额增长19.5% 与伊朗贸易额增长3.3倍 与拉丁美洲 美国 欧盟贸易额分别增长83.5% 百分之34.3% 百分之23 从进出口商品种类来看 出口积电 化费 劳动密集型商品保持增长 进口能源快速增长 金属矿产品 原材料进口增减护线 进口农产品 积电增幅明显 云南的外贸发展 跟云南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有关 通过一带一路与贸易国产业互补 已经在一些特殊的产品上体现出来了 时许说 陕西借出口增锁能排名第二 和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深化 对外承包工程 带动装备制造业出口的名 写作用分不开 海关数据显示 上半年陕西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22.1亿元 同比增长2.9倍 其中陕西省企业总承包的巴基斯坦然煤 发电项目拉动陕西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大幅增长 有力带动陕西省发电机组等装备制造业出口 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曾经应对外开放 但浪潮实现了大跨度发展 现在 陕西终于招住了一带一路的机会 在袁刚明看来 一带一路对陕西的影响可能更大 毕竟丝绸之路起源于长安 住西安的古城 因此西安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 袁刚明还表示 一带一路面向的市场包括中亚地区 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水平较低 相比之下 中国的西部地区生产出来的产品便宜 对中亚地区有优势 在看中部地区的山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和江西六个省份 外贸增速的平均数是17% 超过全国增速9个百分点 仅有河南进出口增速每2.1% 比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中部6省中 进出口增速最高的是湖南省 湖南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示 国家致力于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进一步扩大自贸区 跨境电商中市区等试点范围 国务却又出台了 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 以系列的增长 促开放的政策效益逐渐显现 对湖南省 新一轮对外开放形成了战略支撑 而尽管河南以2.1%的进出口增速在中部6省份中暂时垫底 但对一带一路国家城包工城表现相对突出 海关数据显示 上半年新前合同额126.5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62.7% 项目主要分布在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科威特 阿曼 越南 波兰 逆博尔等国家和地区 东北三省助力东北亚腹地开放格局形成上半年 东北地区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三省进出口总额分别为768亿元 654亿元 3555亿元 三星外贸增速为8.8% 超过全国增速0.9个百分点 从出口地区看 辽宁省对大多数主要贸易市场出口保持增长 其中 辽宁省对欧盟进出口是最多 达632.8亿元 出口达225.4亿元 同比增长19.5% 对日本出口301.3亿元 同比增长7.2% 此外 该省对韩国和东盟出口 分别达156.5亿元和172.5亿元 上半年 黑龙江省逾158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 进出口总值超议员的国家地区有40个 其中 对巴西 新西兰 比利时 澳大利亚等新兴市场 进出口总值均实现成倍增长 对伊拉克 印度 蒙古国进出口总值 此增幅均在50%以上 再试试看来 接下来 如果东北三省能够全面融入一带一路 将助力东北亚腹地大开放格局的形成 关注中国经济周刊头条号请回到文章顶部 点击右上方关注 地区 中文章顶部 多余